细看历史见网之来,大名熬流时海,挖掘逆心,民国时期,曾经出现过一桩离婚答案,主人公便是大话家徐碑,红玉元配妻子蒋碧威,当年恋爱之时,蒋碧威以一个富家小姐的身份,看上了还是穷小子的徐碑红,依然决定抛弃一切与他私奔,在向往爱情的时人心中,他们的爱情是美丽的,是炙热的,然而,谁都没有想到,在徐碑红工程年, 就之后,会与蒋碧威离婚,而徐碑红也因此需要支付一笔巨额费用,在大多数人的眼光中,徐碑红对蒋碧威是使乱中气,是发达之后,移情别恋抛弃遭康期,但其实关乌他们之间的故事,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也有发言权,张道帆,一我爱你,你爱我不爱,张道帆是谁,蒋碧威离婚之后,纠缠不清的重要人物,当然,如果准确一点说, 早在蒋碧威与徐碑红离婚之前,他与张道帆就已经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,张道帆与蒋碧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欧洲,当时的蒋碧威与徐碑红已经私奔了,徐碑红来到欧洲是学习,而蒋碧威虽然也报了一个学校,但他更多的是乐屋游玩,尽管资金不足,而张道帆也在欧洲学习, 由于徐碑红是好友,免不了是要小聚的,蒋碧威与张道帆的第一次见面,就是徐碑红促成的,当时的徐碑红不过是想住,莫一哪天蒋碧威有麻烦自己照顾不及,张道帆也能够帮忙一二, 只不过,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张道帆一见蒋碧威就深深的为他著迷,只可惜即便如此,他还是要叫蒋碧威医生嫂子,后来徐碑红留学的官费被断绝,他被迫前往新加坡筹集费用,此时的蒋碧威便是孤身一人在欧洲,张道帆便开始了他的追求攻略一封封的情书,张道帆知道,徐碑红不在,蒋碧威的内心定然是孤独的, 如果贸然前去打扰,难免被人认为是居心不良,但若是利用书信为他解闷,但好不过,在一封封的情诗解闷之后,张道帆便表白了,在心中,他将自己对蒋碧威的感情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,问了一句,我爱你,你爱我不爱,似是在问诗中的那个他,但其实根本就是在问蒋碧威,二,结婚生子依然爱住他,蒋碧威清楚张道帆所指, 虽然有些动心,但是他还不致乌方施理智,自己是各已婚女子,如何能与丈夫的兄弟有所牵扯,乌氏将碧威回信给张道帆,拒绝的意思十分果断,或许是受此打击,张道帆在不久之后就结婚了, 对方叫郭书怨,其实郭书怨这个名字是张道帆娶的,他的妻子原名是苏珊,是各法国女子,嫁给张道帆自然是需要一个英景的中文名字的,结婚之后,郭书怨给张道帆生了孩子,他们的日子非常平静,但是张道帆的心中,从未忘记过奖必威, 他不过是将内心隐藏了起来,而郭书怨也根本不知道,之中的丈夫还有此想法,一次,郭书怨偶然在张道帆面前提起,成徐悲鸿与蒋碧威又闹了矛盾,两人关系出现了不可修补的裂缝,徐悲鸿爱上了自己的一个学生,尽管当时的蒋碧威,已经为徐悲鸿生儿育女,但终究也没能挡住徐悲鸿对学生孙多慈的爱恋, 就是在徐悲鸿为孙多次疯狂的期间,张道帆再一次与蒋碧威有了联系,悲鸿已经离开了你,我的痛苦与矛盾反而被增悲鸿,你知道吗,我多想不顾一切,把悲鸿该给你而没有给你的,由我这儿完完全全的为你补上,因为你那么善良,却又过得那么无助于无奈,我,我好心疼,按道理来说,蒋碧威不是世事未深的少女,不该被这种言论所困, 但关键是此时的蒋碧威正处在感情脆弱期,一不小心就陷入了,三,乌功德无亏,却受私情所累,或许是想证明自己的魅力还在,或许是出乌一种报复心理,蒋碧威答应了张道帆,只不过提出了一个要求,百拉图的恋爱,不涉及肉体, 但是很显然,蒋碧威再一次天真了,成年男女之间只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恋爱太过强求,他俩又都不是圣人,怎么可能做得到,乌是徐悲鸿要追随真爱,蒋碧威也有了张道帆,只不过不同的是,蒋碧威形式隐蔽,连郭书院都不知道此事,而徐悲鸿却闹得人尽皆知,当然,某种程度上也是要得意, 呼蒋碧威去学校的几次大闹,如此的婚姻继续为继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,但是蒋碧威心中还是有些不舍,一时之间下不了决心,毕竟只要他死守住婚姻,就是别打滴徐太太,而在张道帆那里,他也能感受到呵护,在蒋碧威犹豫的时候,张道帆添了一把火,促成了蒋碧威婚姻的结束,大概男人都是小气的, 尽管蒋碧威之乌张道帆之十一个地下的身份也不例外,离婚之后的蒋碧威安心帮起了张道帆的龙中鸟,过了一段快活的日子,郭书院就是在这时候知道丈夫与蒋碧威的事情的,但是他选择了沉默,只要他还是张太太,一切都可以不闹大,当然,也有可能是张道帆太懂得邪调,早已经处理好了两个女子之间的关系, 只不过,即便关系处理地再好,蒋碧威也没有与张道帆走到白头,1960年张道帆国书院之间没有了一个叫做蒋碧威的女子,只有她们夫妻二人,1968年张道帆去世,蒋碧威连她的造礼都没有出席,关乌蒋碧威与张道帆之间是否发生过某种不愉快,我们不得而知, 但是张道帆在写自己的回忆录之时,借过字未提蒋碧威,晚年时候张道帆发出感叹,我彻底反省,生平虽无功德无亏,却受私情所累,所谓受私情所累,是因为对不起兄弟徐悲鸿,还是对不起蒋碧威呢?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?记得评论广发分享,细说历史我们下回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